針對原住民福利政策問題 議員石慶隆特別在今日的定期會上反映 希望相關單位能協助在地的原住民 規劃出一套有系統的政策 讓原住民的文化特色產業 往中長期的目標做發展 到底我們縣五月園民旗 是不是有自己一套南投縣的原住民 或原住民地區的產業發展 但中長期整合性的政策目標 要發展產業的話 全部都是要依賴中央人民會更續辦理的計畫 而且也根本沒有一個中長城的政策的目標 為了讓原住民的文化特色能夠永續發展 議員石慶隆建議縣府能善用各原鄉地區的資源 協助縣內的原住民打造一套特色發展的執行策略 包括土地資源 自然資源 生態資源 文化資源 是怎麼我們的原住民的產業 越富越多 反正一天 兩天 展示活動 去做開幕的表演 這樣就是我做推展原住民的產業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套 對於 特別對於南投縣的這個原住民地區 原住民的這個產業 要有一套政策 由於信義 漁池 仁愛等鄉鎮 是縣內的原鄉地區 議員石慶隆期盼縣府 能為各地區打造亮點計畫 深化地方的文化產業發展 漁池 信義 還有仁愛 不一定說每一個鄉都一樣 要那種電一樣的商業 還是說那幾項商業 我們就是要緊記 於當地的 在地的這個 特色的主案 來貼身 做一個重點跟亮點出來好 不用全民情 所謂的亮點 譬如說一個這個產業方面的 一個情景 一個展授 中心 什麼 那怎麼來加強他們的這個 行銷 展授這樣的一個管道 縣內原住民人數多 資源少 議員石慶隆期盼 縣府能更重視這些原民的權益 齊心努力 讓縣內的原住民產業 都能有更好的發展未來 明日新聞 廖瑋琳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